神父 兄女 神会长及各位会士们 大家平安 今晚的祈祷会是由彰化罗山会区负责 罗山会区成立的日期是 主历1988年4月27日已满33年 我们的会有人数现有25人 一位奉会 两位初学 两位战略 二十位永愿 以上简单报告 谢谢 公读福音春秋节 公读圣马古福音 那时候有一个经师上前来问耶稣说 哪一条诫命是第一条呢 耶稣回答说 第一条是 以色列啊 听着 我们的天主上主 是唯一的天主 你当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爱你的天主上主 第二条是 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别的诫命 比这两条更大的人 纳经师对耶稣说 不错 老师说得很对 天主是唯一的 除了他以外 再没有别的 我们该以全心 全意 全力爱他 并且要爱人如己 这要比一切全方知己和牺牲好得多 耶稣见他回答的明日 便对他说 你离天主的国不远了 从此以后 没有人敢再质问耶稣的天主圣言 接下来由 接下来由 陈中发会士信仰分享 可敬的由神父 修女及所有在属会士们 大家平安 今天福音的重点是 当经师上前询问耶稣 关于诫命的问题时 耶稣将十条诫命 浓缩成两大精神主軸 一是爱天主在万有之上 二 爱人如己 这个正大部分 就请由神父来为大家解说 我个人是在三十岁时候灵洗 在我二十岁当兵时 因着相处在一起 军旅两年时光的朋友 袁先生 非常热衷于 紫薇斗树的命理学 他在军旅生涯岁月中 为班长 排长 连长 营长 旅长 师长 一路的被请去算命的过程 我皆陪伴在他身边 耳濡目染之下 我自己也陷入了算命的泥沼之中 而无法自拔 长达十年的时间 在这期间 我在台北工作时 曾经用三个月薪水的代价 去台北市一家命理高阶补习班上课 中国的命理风水 沿起 易经八卦 再延伸到五行 金木随佛土的相生相克 我们一般民间 相传成喜的 和八字 取名 做事业 寻求算命仙 指点迷津 乃至于人死亡以后的 安葬 选一个 大吉的方位和穴位 来硬蔽子孙 居家环境 也要看吉凶 门的方位 污润的摆饰等等 多有相生相克 吉凶的机会 以上种种 我们教会里面 少有加以研究的学者 通常都以着说 这是迷信 两个字 就一以带过 少有解释和进一步教导 为什么是迷信的道理 民国七十五年的圣诞节 我受洗 民国七十六年的大年初五 我随着彰化和美天主教堂的神父 跟教友们到宜然圣母山庄朝圣 在还不太懂教理的情况下 我向圣母祈求保佑一致即将生产的妻子胎位不正的问题 何求平安顺利生产 在落后其他人一个小时起程的情况下 我许下了如果我第一个冲到山上 请示给我这个恩典 当时我是从圣母亭一路跑步上山 共花了一小时又五分钟第一个到达 在山上短暂祈祷后 一路念着玫瑰金十五端走路下山直到游览车 上车时 妻子跟妻子说我许的宴也完成了 妻子告诉我说很好 车子走到山下时 妻子告诉我胎位在动 当我们游览车到河美的时候 已经很晚了 我们隔天早上去产检 医护就告诉我们胎位已经正常 这个经验呢 引起我莫大的研究基督信仰的兴趣 在教导木道班期间 郑蒙喜送我一本 耶稣会金像魁神物写的书 现代生活伦理 这本书的内容谈及算命与风水中 哪一个是对的 哪一个又是错的 这才解开了我对命理的束缚 也了解到这是违反了十届中的第一届 在另一本书是中国近代大文豪林宇棠先生的信仰之旅 他叙述他从小就是牧师的儿子 从小的时候就对圣经的故事非常的熟悉 当他读北京大学时 初次听到中国孟江泥枯倒万里长城的故事 他自觉受到传教士的洗脑 身为中国人不知道孟江泥的故事 却熟知若树沃苏第六章 犹太人绕行耶利哥城七次后城墙倒塌的故事 从此他就离开了教会 开始一路的研究 儒家 道教 佛教 无神论 理性主义等等 直到他老年的时候才回归基督的信仰 他自己叙述说 他的妻子犹如坐在一个圆的圆心中 一辈子没有动 而他却是脱离了圆心 在圆周上面一路跑步追寻这个信仰 但是他唯一个做邪问的人 他不后悔走这条路 因为唯有这样走过 他才真正确认自己基督信仰的正确性 在我领袭前后十几年间 不断地收集坊间其他宗教对基督信仰批判的书籍 也收集基督信仰对其他宗教批判的书籍 一则我要确认自己信仰的正确性 二则对目道者的提问 也比较能够有适当的回应做准备 在带目道班十二年的岁月中 这也给我工作上不少的帮助 带领彰化天主堂目道班出席 有一位女学院的公公张俊恒先生 他是来自大陆北京的老教友 他告诉我媳妇上课回去 都会分享我们教的他些什么 张先生很满意我们授课的方式及内容 只提醒我有一点 就是不能够以圣经来解释圣经 而要以中华文化对照圣经这样来宣讲 才有说服力 这一点我一直铭记在心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跟大家分享 一位台中的传道老师曾春朗先生 分享了他幼年时 彰化的汪家某先生 在台中雾峰村庄开教宣教的故事 当他到村庄的时候 他就先吸引民众聚容过来 以后开场白 他就先讲三国演义的故事 来吸引观众 由三国演义的故事 后来延伸 才讲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 而且他接得非常的好 我在彰化天主堂 依照侯昌隆神父的指示 收集资料书籍 很多都是汪家某先生留下的 民国八十四年 彰化天主堂的郑蒙席 要求我带领成人木刀班 郑蒙席之前代表主教 去韩国大丘教区参访 回来时候真切的告诉我 那边的主教座堂 一年开办一百多班的成人木刀班 每班由二至三位教友 负责带领教导 一年领起三千六百位的新教友 蒙席 尊尊教诲 希望我为以后的木刀班铺路 资料一定要存档跟收集 耶稣会 你则修神父 向我推荐了道明会的 侯昌隆神父 陈蒙侯神父在百忙之中 抽空为我们的木刀班讲师 授课两次 一次题目是 讲道基础与方法 一次是民间宗教与天主教的比较 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两次上课 侯神父都完全不收费 只是要我们努力传教 就是报答他的最佳方式 我在每期的木刀班领洗后 都会寄一张团体照给侯神父 就是我们回馈他的方式 随后在业母洗肾七年 后盟主恩召 妻子鼓励我加入了在属道明会 到现在也已经十二年了 我的两个孩子 在天主及圣母的恩宠中成长 如今大女儿是国立高中的英文老师 小儿子服务于心殿的教会更新医院 因着信仰热忱 工作积极 服务热心 也深受宴芳掌上的欣赏跟器重 感谢天主的建顾与恩典 最后我要与郑蒙喜喜欢的一副字帖 跟大家分享 靠山山倒 靠人人跑 靠天主最好 赠送给大家 愿天主降福我们平安 欲玄祖隆 以上是我个人的见证分享 感谢各位 谢谢